这个呢也是一样的 这两个小螺丝对着这个小 这个梯形的这个槽位进去就可以了 它这个如果太紧的话 它就可以进不去 把扭紧一般会掉的 好然后把这个这个有一个小槽 对着里面那个小孔位 这个是有防袋设计的 让它扭一下 然后来放这个下面 它这边有个孔 这个孔对着这里就可以了 对着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梯子 这个弹簧进去就可以了 好就很囊括 然后把这个发热板生起来 好我们要调一下这个压力 这是我们的常规的帽子 这个帽子呢是这样套的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要感觉这个帽子 稍微有点吃力就行了 这压力要调好才行 首先我们直接 好差不多了 把这个电源打开 帽子的温度和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帽子的话只需要130度就可以了 低温烫化 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个温度调低 按着不放它会一直往下跳 130度就足够了 烫这片烫化的话 好然后再一下 就是时间一般是8秒到12秒就可以了 我们烫8秒就可以了 好然后最好是 好感觉这个手一点吃力就是可以了 好的 现在我们来烫这个帽子 这个温度时间也到了 首先把这个帽子呢 放过来 就这样套在下面 然后把这个 这个是一个标签 就是对上它 贴过来 然后把这个发热板呢扭过来 扭过来的时候注意这个 不要把这里给弄歪了 然后把这个压力调的稍微大一点 好 然后按下这里就可以了 到继续开始 好完成 然后把这个抬起来 这个是冷撕的 所以我们等一会再撕 等它冷了之后再撕 好 现在就可以撕了 烫得很漂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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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